下午嗎? 還是早上? 應該是下午 下午 對 中國現在 六點 六點 大家下午好 是說晚上好還是下午好 晚上好 下午好 下午 我們不要究竟這個點 大家好我是Messa 我是Megan 那我是Siri & Ruiz總部的代表 這個是我們這批年紀貌美的副經理 Megan 最老的 沒有 沒有 她看起來就18歲對不對 對 那其實 她就是我們這邊工作了很多年的一個副經理 然後我是在總部這邊 有些時候會過來幫她們協調一些直播的一些事情的一個員工 那Megan呢她在這邊工作了很多年了 所以她對Newcastle Saint James Point 這個公園 有任何的問題盡量問 不管是Newcastle的生活 不管是整個你要去哪邊買什麼東西盡量問 是的 她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今天呢我們直播的公園呢 謝謝我先弄一下那個紙 來 今天我們直播的這個公園就是Newcastle的一個Saint James Point 那我們現在先等一下一些同學進來直播間吧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大概五位 然後我們就開始這個直播 那今天我們準備了挺多的房間給你們看了 就是不同的朝向不同的樓層還有不同的房型 那我們能給你們看呢 我們都盡量都安排 對 因為我知道很多學生他可能有面向的偏好 比方說想要面朝南啊 面朝北啊 那陽光這方面 然後有樓層不同的喜好 所以我們盡量的就是挑不同的面向不同的樓層 然後不同的房間的形狀 是吧 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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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讓各位看好不好 希望大家會趕快進來 趕快進來 希望大家會喜歡滿意 對 那我們在等同學進來的期間 先講解一下這個公園 現在有一些什麼的優惠 還有它這邊周圍是有什麼嗎 我們現在這個公園呢 它就是暫時沒有promotion 但是我肯定呢 如果你是跟余宏哲顧問老師們預定的話 他們這邊肯定會給你們一些不同的offer 還有不同的產線的優惠之類的 然後我們這邊行軍 它的預定的話有250萬的那個deposit 就是押金要繳付的 對 這個deposit其實不用擔心 它是會在你的合約結束的時候 然後就是房間完整 我們就是會全部退 暖 對 那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呢 是St. James Point的那個前台的位置 我們先看一下外面的風景吧 外面的風景 然後講解一下這邊的地理位置 好 那我鏡頭就交給我們的副經理 OK 好 好 這邊是我們的門口的位置 那門口這邊呢 這個公園的位置是非常非常方便 因為你看到旁邊 你喜歡足球的話足球場 牛卡的足球場 都在旁邊 所以什麼球賽啊 什麼大明星的一些表演啊 活動都會在這邊 我猜的話喔 牛卡索是全英國很有名的足球迷的一個城市 那他們的俗稱就是Toon Army 就是足球軍隊 所以對 如果有那個足球球賽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整個城市 像螞蟻熊兵的往這個地方移動 真的是 但是不要怕 我超級喜歡的 好不好 OK 好 那我們往前面看啊 你一直走下去就是那個 China Town China Town 就在那個方向 直走兩分鐘就到了 對 你們如果往前面 白色那棟大樓 旁邊一點點 應該可以看得到 Chinese Arch 那怎麼講 孔門 孔門 對 東方孔門 對 大概就是兩分鐘的距離 然後這一棟有沒有看到 看我們往上面看 Business School 就在我們睜開眼睛 下樓就上課了 所以在每天早上在大概 八點五十九分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學生 也是螞蟻熊兵一樣 往那一棟大樓移動 這就是這個地理位置有多近 對 然後那先看一下門口 然後我再講解一下 就去其他的學校的園區 是多久吧 那這個是我們到 這個環節這麼大 你們要找我們應該提出 我走近一點 因為那個空有點大 好那這邊的話 走過去語言學校 只需要大概五到八分鐘的路程 你就看 看你走路的步速有不快 到主校區是吧 不是那個 intu 是那個語言學校 intu我走過 以我的身高 號稱157 腳很短 對我來說是八分鐘 嗯 好八分鐘 好 那如果是去那個主校區的話 大概九分鐘 九到十分鐘以內 就可以走路到了 然後 如果你是要去公車站啊 那些大概就 公車站五分鐘 對 它其實公車站 總公車站就在 印度的正對面 那個叫黑market 正對面 所以距離差不多 大概七到八分鐘左右 然後去火車站的話 這邊也特別方便 大概十五分鐘不行就到了 所以這邊生活非常非常便利 而且 那個Business School旁邊 就是一個 Tesco的一個超市 所以你們平常一些 基本的生活用品都可以 就食材什麼的 都可以在那邊買到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是去那個 Northfranberry University的話 這個走路大概十五分鐘就可以到了 這邊就是我們的直上 Morning 我們的同學們去上學 然後現在就是去 旁邊那個Business School 好 走吧 那你們在弄的時候 進 那現在我們就介紹一下前台吧 那這邊是前台也是 我們其中一個公共的空間 我們走近一點點 這個是我們的前台位置也是 其中一個公共空間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國等 比方說奶茶 奶茶 giveaway 那些有時候都會在這邊舉辦的 那我們春節剛過嘛 所以他們就做了很多一系列的不同的活動 當中包括了就是寫 這些春年都是學生下來寫的 然後這些留言是學生要留給家人 親朋好友 許願的 許願的 所以新新一年有什麼願望啊之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邊公園呢 也是準備好了很多不同的手機卡給你們 所以如果你們是剛到達英國 你不知道用哪一個手機 手機的供應商 或者是你暫時沒有那個電話號碼 你要聯繫家人的話 這邊是免費給你們拿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公園是整天性的 好 好 再來呢 是我們這個公共空間型 差的話喔 這個都是學生佈置的 過年的時候他們下來佈置的 好漂亮喔 你們固執的時候不在嗎 應該不在 我忘記了 好像不在 你不在 對 好像不在 下次我 下次我在 下次我來 好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新年的時候固執好 然後平常這個區域呢 就非常的非常的受歡迎 因為一些同學他們會 等自己的室友 我自己朋友 下來就在這邊 怎麼說 meet up 然後就去上課這樣子 好 再來呢 請來這邊有一個 menu sheet 就是自動販賣機 這個也是便利 便利我們同學 如果他們晚上 怎麼說 想吃點小飲食 買一些飲料 但是外面有超市的官 可以請來這邊買 也會覺得挺貼心的 然後這邊是前台的位置 那這個就是你們平常 互助的時候 做的那個 check in 喔 你在那下面好美 超美的 對 做那個 check in的時候 都會在這個前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 reception 那我們的 CSA 服務人員 就會這邊 二四小時 都會有人在這裡 平常都會說中文的漂亮小姐姐 就是幫我拿相機的小姐姐 他幫你們 就是有什麼不方便說英語的 他都可以幫你溝通 然後這邊也是有些小哥 他們都是二十小時在這邊幫你們服務 那你們check in的時候 我先拿一個信封 你們check in的時候 他們會給你一個信封 裡面就有請你入住這邊需要的東西 我們一起看看裡面有什麼 好 呃 現在這位帥哥 Handsome Good-looking guy His name is Wiki 好 Is that you? 這是我們的方達維修 Steve Say hi Alright Alright 那是Jordy 然後這是Wiki 這是平常白天 他是這邊的CSA服務人員 是吧 前台服務人員 前台服務人員 Hello Hello Welcome to Newcastle 來 那我們一般入住的時候呢 他就會給你一個這樣子的信封 那信封上面就會寫清楚了 你的房號 你的Vlog是在哪裡 那前台這個Vlog呢 他主要都只是Studio的Vlog 所以如果你訂的房型是Studio的話 大部分都會在這個Vlog裡面 這個是MainVlog 然後那你信封開了以後呢 你就會有幾個不同的物件 第一個當然就是你的房卡 這個房卡很重要 就是去任何一個公共的區域 或者是你自己的房間 都是VCO這個房卡 所以你要隨意 對 麻煩各位同學要盡量記得 把它當成是你自己家 因為這是你的家 你在Newcastle的家 你出門就是把你的房卡帶著 對 不見了很麻煩喔 不是不是 這邊的前台的員工都很好的 當然盡量不要 不見了 好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上網 對吧 對 所以上網的話 他會給你付了一個免費上網的 怎麼連線的指引在裡面 所以你們一進來 網絡都可以立馬連結好 如果說你的電腦啊什麼 你需要再高速一點的話 你可以問請他要一個網線 目前為止 因為我知道現在很多學生可能會上網 或者是online gaming 嗯 目前為止還沒有接受到學生下來說 速度不夠快 嗯 所以這個其實大家都可以放心 嗯 那個網絡都是包在你的那個 每週的資金裡面喔 對 所以是免費 嗯 是免費的 然後東宇他們是也很貼心的 給你們做一個小紙條 就是幫各位準備說有緊急的事情 你可以有什麼聯絡電話 之類的 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啊 對 然後這邊是 因為這邊比較特殊 你所有的地址 你都必須要填郵地區號 嗯 是叫郵地區 郵邊 郵邊 對 那我們有三棟大樓 三棟大樓的郵邊都不一樣 嗯 好 好 好 再來呢 再來呢 就是這個查收的一個紙條 那你你入住的時候 他會給你一個紙條 就是給你核對好 你所有東西都收好了嘛 那我們 Saint James Point 唯一沒有的是car park 這個是我們 因為主要是這四周很多的parking space 嗯 就在我們剛剛在門口那邊 那一條路 其實它就是parking space 嗯 對 所以car park我們這邊沒有 但其他的 他都會讓你核對好 然後 你進房間看到時候 房間裡面的東西都沒問題了 就簽好這個紙條 下來前台交給我們的員工就可以了 對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信封 那我們現在去看一下 我們有104位囉 104位 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在紐卡 我們在紐卡的信尼天 在做這個直播 然後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隨時在下面問 然後我們的漂亮的 十八歲小姐姐 有人問說公寓的房租水電全包 對 你只要付你的房租 什麼你都不用擔心 暖氣也是20小時 對 就開保 開完全沒有問題 開到你覺得舒服 但是熱了要記得關掉 嗯 對 好 那我們先 很快的看一圈 做前台的環境 然後我們就去看洗衣服 來我們繞一圈給各位看 這裡就是 我背後就是我們剛剛的reception服務台 那這是我們前面的reception的區域 這都是24小時 你可以隨時來這裡 有時候就是你住在房間裡面study太久 你想要換個空間 歡迎歡迎 好 OK 好了 那我們現在去看那個洗衣房 那其實呢 我們先進一圈有一個很大賣點 就是 所有安全的房型呢 都是有自己洗衣機的 所以這個洗衣房裡面呢 那個設備是給虛擬的學生使用的 對 那這個洗衣房也是24小時 任何時間都歡迎來洗衣 我們現在剛好有一個維修的人員在這邊做地區的維修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Livestream say hi 哈哈哈 好 那洗衣房我們 就一眼看過去 我先出來給你們看一眼 好 一眼看過去就是這麼大 然後 然後 OK 抱歉喔 抱歉喔 不小心斷了 我剛剛對不小心按到 抱歉 現在又回來了嗎 Hello 大家在嗎 都在都在 好好好好 這我的錯 抱歉 哈哈哈 沒事 那我們一眼看過去 這洗衣房就這麼大 但是 我們從來沒有試過就是 不夠用的情況 我們洗衣房裡面都會有洗衣機跟烘乾機 那 下面的是洗衣 上面的是烘乾 那我們這邊洗一次 是320 你進來嗎 你進來 320 洗一片 跟一邊呢是 2磅 對 然後這個洗衣房呢 有一個挺方便的東西 我們先出來講解 因為裡面的網路 那這邊這個洗衣機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有一個叫 Sirkit的一個洗衣的APP 你走這麼遠幹嘛 我跟妳不熟嗎 我是想要照妳的背腿 哈哈哈 你這麼遠 人家聽不到我說話 那 那 這個洗衣房 它有一個APP 就是叫Sirkit的這個laundry app 那 這個方便的地方就是 你下載了那個東西 你就可以在這個房間裡面看 有沒有洗衣機 有沒有烘乾機 或者是你的衣服洗到什麼時候洗完 那你就不用在下面等 然後那個繳費什麼的都可以在上面放好 這樣子 挺方便的我覺得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房 來 這是你的房卡 當你有你的房卡的時候 你就是 因為我這個是不一樣的 但是一樣 就是 你看到綠燈 就開了 什麼意思啊 不一樣 就是 它那個是發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不一樣的形狀 我給你看 這有兩個不同的 但是 學生的話 是這個 我們員工用這個 對 不一樣的形狀 不一樣 倒是一樣 抱歉喔 因為英國太早了 我頭腦還轉不過來 我們現在是差不多11點了 對 那我們現在要上去 就 先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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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好 那你們的郵箱 都是在這邊 就是在你關託這個地方 就是每一棟樓 我們有看 Main Block A Block 還有D Block 就是三棟樓 那每一棟樓的 關託 就是有你們的形狀 在Main Block 它有兩層樓有 這個 這叫郵箱 是吧 對 如果你的房間 是在六樓開始 以上的話 那你的郵箱 就是在六樓 那如果是在六樓 以下的話 就會是在 這一層樓 你剛進門 就是我再各位看一下 剛剛進門這邊 對 然後橘色的 那個就是郵箱 那Studio的話 你就是一個人的姓箱 那如果你是住 On Street的房間的話 你就是一個flat 分享一個姓箱 對 整個一層 分享一個姓箱 好 那我們現在會去九樓 看你們第一個房間 是Go Studio 那因為我們會進電梯 所以那個 對 可能會稍微斷一下 但是我們很快會不會 好 那趁我們在等電梯的時候 可以各位看一下 在每一層樓的電梯的旁邊 你都會看到這個 所以當你進來Check-in的時候 你看你的房號幾號 那你就會知道在哪一層樓 那記得進對房間 好 我們現在進電梯了 可能會稍微斷一下 等一下見喔 好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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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同學要進嗎 對 對 對 115個同學 我們應該準備要斷囉 搞不好不會斷喔 搞不好不會斷喔 等一下會翻 好 開始直播了 好 我們回來囉 來來來來 回來囉 來這邊 這裡 好 我們現在要給各位介紹的是我們的 GOLD Studio 這是一個超東南的房間 那一樣的房間有這個系統 所以你平常用這個門檻啊 我今天就用這個 對 我忘了介紹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這個公寓它是門訂了現在 所以我們給你看的每個房間都是有人在住 而且是一些很熱心的小哥哥小姐姐們給我們使用的 他們很用心整理的房間 他們真的好神奇 因為他們一聽到說我們要直播要給在國內的學弟學妹們看 他們說好 趕快我一定要做最好的 真的 超級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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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是我們GOLD Studio的報局 也是我們這邊第二大的房間吧 對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房間是最大的那個是Platinum Studio 那我們整個公園呢 Platinum Studio只有兩個房間 現在只剩下一個 對 所以你想要比這個房間更大的就要看Platinum Studio 但是可惜的就是我們現在就沒有辦法安排到這個房間 對 GOLD Studio的房間大概是20到22坪左右 對 好 我們先進來 我先講解一下那個房間的價格吧 那我們進來吧 好 那我們這個公寓呢 它就只做51週的那個住期了 就沒有44週 這個房間的話它每週是215萬每週 而且還是我們所有的Studio也是支持雙人入住的 所以你有一個閨蜜或者是你的伴侶 也是一起念書的話可以分享這個房間 那這樣子的話你們Studio的租金相對來說 我們每人就是一百來磅 在市中心 任何的距離都是步行五到十分鐘就可以到 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覺得性價比非常非常高 對 好了 那這個只是我們其中一個報局 這個房間房間號是210 如果喜歡這個報局的話你們訂房間的時候就報一下 對 所有的GOLD Studio都會跟這個房型的報局是一樣的 對 好 那我們先進來第一個看到的就是它的廚房 那廚房呢它都有都有吸了所有的設備 那下面第一個我們會看到有冰箱 那其實Studio來講呢 我覺得有一個好的地方就是他們這個冰箱 它是雪藏跟冷藏的那個部分是分開的 就有很多工業的Studio他們都只有一個小小的冰箱 對 我以前學生的時候 我的那個freezer就是只有一個小小的格子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這個是冷凍跟冷藏分開的 我們待會兒有一個小哥哥 它可以讓我們打開到冰箱給你們看 那這個我沒有問到 因為那個同學我進來的時候他已經去上課了 所以我就不方便打開給你們看 然後廚房這邊還有這個Combiofen Combiofen的意思就是微波爐跟烤箱一體的一個機器 所以你們平常要微波就是一個快餐 或者是你要烤一個小蛋糕啊什麼的 直接這個就可以使用了 上面就有一個爐 來 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爐就是正常的那個電磁爐 有兩個加熱的部分 絕對是夠你們使用的 然後燈爐我開一個 在上面 對 對 亮一點點 對 然後這邊是你們平常 就是自己準備食材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邊有一個水龍頭的洗手盤 對 然後這個我們不包的 這個是同學自己加的 過濾 濾水的 濾水的 對 好 那廚房部分的對面就是起居的一個小桌子 對 很多的學生他拿來當餐桌 或者是有時候你會有電飯堡 電飯堡 我們來近一點給他們看 那我們這邊你會看到他們擦桌都很充足 就是剛剛那個廚房那邊也是有擦桌給你們 所以熱水器它放在這邊 電飯堡放在另外一邊 這個也是挺不錯的 然後再來就是 下面的 space 對 下面的 space 還有椅子啊什麼的 都是給你們準備好兩個兩個這樣子 所以方便你們如果有客人或者是你是雙人入住的 那裡邊的配置是絕對足夠兩個人 好 再來呢 那GOLD Studio跟Platinum Studio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們都是Full Size Double Bed 這樣子 我們其他的房型都是Small Double 所以如果你是訂GOLD Studio 或是Platinum的話 那他們的床是我們這個公園裡面最大 我們的雙人的入住是不會額外收費的 對 然後這個現在我們身處的這個樓層是我們最高的9樓 對 這個有9層 所以給各位看一下你們看窗戶這樣子看出去 他的景觀 這個是防蟲 我覺得這個同學他做了一個很好的東西 他有一個防蟲的網 所以他平常怎麼開窗也沒有問題 就不怕有小蚊蟲飛進來 對 這個在亞馬遜可以買吧應該 可以 也不會很貴 但是如果各位只是擔心蚊子叮咬的話 我在英國還沒有被蚊子叮過 英國真的很小 然後有沒有看到Business School 剛剛我們給各位看的 那你們那邊遠遠的望去 有一個好像 拱門 拱門 對拱門 那個就是 Chinatown的拱門 你知道我叫這個看著Business School的房間叫什麼嗎 這就是學霸房 你看著那個Business School 你的成績肯定會上升 是這樣嗎 這個是他們床 床其實非常非常大 我就睡上去 對那給各位介紹一下下面的那個空間 為什麼我們下面會有一個這麼大的空間 主要是因為我們知道各位會有行李箱 那你看下面這位同學 他行李箱收納得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大的行李你都不會站到你的房間的空間 對 然後這個房間 其實我們每個房間床頭都很貼心的有一個燈的開關 所以你們平常累了 就不用下床就可以直接自己開關燈 這樣子比較方便 然後這個房間暴局就是床的旁邊就是工作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同學他是自己帶了自己的電腦 那個keyboard 還有那個speaker speaker 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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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學了中文已經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插座 來給各位看一下 插座其實他們也會提供的很充足的 他桌上面會有桌下面 然後這邊studio的study light 是在你的桌子的上方這裡 嗯 這是studio的 好 那如果等一下 不用那等一下會介紹那個 嗯 那叫什麼 on sweet那叫什麼 套吧 就是一層 一層大家分享 kitchen的那種的 嗯 對 on sweet bronze跟on sweet silver 那個就是會給你study light 嗯 好 這個下面各位看一下 有很多的插座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插 插座不夠 這個網線是我們提供的喔 你們需要可以問問過需要 好 再來呢 這邊的收納也是很充足的 就是有三個抽屜 那這邊我就不方便開給你們了 但是你想看的話 我們之前的直播有開過給大家看 所以你們可以看之前的回放 就收我們公園的名稱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之前的回放 啊 那我記得我之前是有演示過 這個抽屜的長度 還有裡面可以放多些東西 嗯 然後上面是一個書架 那書架也是很深的 有半個手臂這麼深的一個書架 你過來給他們看一下 好 那你們平常生活起居的東西 都可以放這邊 或者是放一些書本啊 或者是你有一些什麼 漂亮的固執的東西 都可以放這邊 好 我覺得挺不錯 好 再來呢就是它的廁所 這個是我們標準大小的一個廁所 來 好 那我們一般來說 除了那個 accessible的房間呢 那個廁所的大小都是一模一樣 但是我們今天也準備了 accessible的那個房間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廁所 其實挺標準的 就是有一個馬桶 馬桶上面呢就是有一個 呃 讓各位放置 呃 掛你的浴巾 還有放你的個人的用品 性格用具啊 對 哦 然後這邊有一個吸收盤 也有一個小小的架子給你們放 平常舒適用品 啊 這邊有一個插座給你們放那個 呃 shave 刮 刮 刮鬍子的那個 這叫刮鬍刀 中文是什麼 刮鬍刀 欸什麼刀 T恤刀 電動T恤刀 電動T恤 電動T恤 對不起喔 我的中文真的插得很可怕 好 那這個是雙人大小的 那個 來你看一下 你手臂 對 我是 我是170的高度 你可以看到大概是這麼寬 對 然後上面你看空間還這麼大 它是 META它是170 那上面的空間非常的足夠 嗯 然後這邊呢它的 有兩個調節的 這個是調節溫度的 那個 這個是調節水的長度 這樣 對 那各位同學我不按 因為等一下我會被沖濕 就是你按下去轉 這裡 按下去然後轉就可以了 那同樣這邊也是 好 這邊有溫度可以調節 OK 那另外特別跟各位介紹 它這個門 它是這樣子的折門 那其實我看過有一些的公寓是 它的門是往外開 所以你看到 就是洗完澡的時候 你往外開 那個水冷氣會流到地面上 那其實它這個設計也是往外開 對 它有一個 其實還蠻貼心的 小事情 可是我覺得還蠻貼心的 嗯 還有這個熱水是24小時的喔 對 因為有些公寓我知道它的 暖氣 或者是熱水 它是我限時的 但是我們這是24小時 你任何時間都可以使用 然後 再來介紹的就是它暖氣 暖氣就在這邊 我看一下 那邊 在那個 對 它自己有準備 對 每一個房間都有一個暖氣 這個暖氣就剛好在窗邊 那 調節的部分 是在角落這邊 這裡 你可以看到那邊有數字 欸 我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欸 數字在哪 這裡 這裡 最長是5 然後你就自己調 你不能 是太熱的話 你就關掉 這個是關掉 然後這個同學 它的條件是3 嗯 那這邊另外的 都會介紹 英國的這個電暖氣 它是可以讓你把你的衣服放在上面 那這個學生他很貼心 因為他想要放多一點 他就去買這個架子 把衣服放在這邊 晾乾 或者是 它這個電暖氣 因為它是走水路的 它不是走電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衣服放在上面 都不會問題 不會有安全上的影響 嗯 好 那其實我還想跟你們演示 就是開窗跟關窗以後 那個 差距 這就是隔音的大小 嗯 這個因為有紗窗 這個因為有紗窗 紗窗窗 所以我沒有辦法演示 我們在另外一個房間 好 OK 好 那我們很快的 賺最後一下 我現在從房間的門口走進來 讓各位看一下它的大小 還有它的房間的 這個房間的大小 勾的話 20到22 對 22到25 好 好來 平米 好這個 Kitchen 然後這是 Breakfast Bar 下面的空間 然後 你看下面它的 有沒有看到它的空間有多大 那行李箱都可以放得進去 OK 然後這是 呃 Double Bed Study 然後這是你的面相 那 這是 面朝 呃 男 不是正男 那男 那你就可以看到你的Business School 好 然後這裡 必試再給各位看一下 非常貼心的設計 大小一定都夠 所以同學不用擔心 OK Let's go 好 那下一個我們是要去 嗯 Silver Studio Silver Studio 對 我們現在會走樓梯間 下一層 下一層 欸 我們走樓梯的話那個信號應該可以 試試看 對 可能會斷掉 但是因為只有一層樓 因為樓梯間它的牆是很厚實的 對 Let's go 好 好 那剛剛看的好 其實是 Go Studio 那它每座架的是 215萬元典 啊 這個只做51週的 啊 那個圖器 那我們現在看的這個 Silver Studio 我們現在去看的這個 Silver Studio 的話是 40週吧 呃 它可以44週跟51週 看各位同學你們的Study 可以選 那Silver Studio的話 它大賞大概是21到20 21到 18到21平米 對 因為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距 主要是因為 就是樓層的關係 有一些是在 end of court 就是 向道的最低 所以可能有一兩間 每一層樓一兩間 會稍微大一點點 那如果同學 要付同樣的價格 想要選大一點的 趕快 趕快定 OK 大的廣告 對 這是 Silver Studio 對 學生去上課了 這個小哥哥超級貼心的 他還特別的 對 把它整理得非常的好 來 那一樣 我這邊 給各位看 你把門稍微幫我打開一下 這是 呃 房門 走進來 對 那 一樣 跟剛剛GoStudio一樣 每一間Studio 會有一個 Breakfast Bar 兩張椅子 OK 好 好 那我先介紹一下這個房間的價格 好不好 美根你調了那個Sofre的房間 都沒有辦法給你看那個就是Bronze Studio 但是你看到這個報局呢 基本上就是Bronze那個報局 對 所有的Bronze Studio跟Silver Studio它的報局是一樣的 那只不過說可能Bronze Studio它的房間的樓層會稍微比較低一點 嗯 那稍微小一點點沒有差很多 但是報局都是一樣的 嗯 好 那Bronze的話我待會再給你們講解吧 那這個房間的話它一進來就是Bronze Studio 就是Bronze Studio 你可以看到同學也是跟剛剛那個房間差不多的 就是飲水機 嗯 消水器在這邊 插座就在這邊移動好了 對那特別跟各位同學提醒一下 在英國就是你的這個插座 它這個Switch你要打開它才會通電 嗯 有主持人問坐電梯需要刷卡嗎 不需要喔 不用 這邊不需要 我們的門禁是在大門口 嗯 那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就是Studio 我們可以接受雙人入住 不額外收費 然後GoStudio它大小是22到25平米喔 好 我們再看這邊也是給你們準備好了兩個椅子 然後對面就是暖氣的部分在鏡子的正下 對 然後調節溫度的也是在同一個地方 剛剛如果同學還沒有進來的我再跟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你可以調節 那現在5是最大的 如果說你覺得太熱你就把它關起來或調小 好就是可以自己調節 我們的暖氣都是24小時可以提供 OK 好了 好 那這個小哥哥他很好人 他是讓我給你們開衣櫥給你們演示一下 來 我過來這裡喔 男生來說真的 哈哈 你看 都沒有很擔心 那其實裡邊你可以看到收納真的很多 上面是可以放一些 這個小哥放的是他的那個床單被單 然後這邊是掛了一些他的衣服吧 然後這邊是掛了一些他的衣服吧 那我演示一下 是有我一整個手臂這麼深 然後再來呢下面就會有抽屜 抽屜的部分也是 哇哦可以拉得很長 也是可以放很多東西 這個高度大概大家看一下喔 大概是比我的一個手 這是什麼手板 大概在這裡 到手板到我手板的深度 嗯 對那深度是剛剛跟META給各位介紹的 是一個手背長的深度 對 然後廚房的話我就不詳細講解了 因為剛剛已經給你們看過 那我說過會給你們看一下冰箱 那我就開一下那個冰箱給你們看 對 你可以看到是有很 冷凍跟冷藏是分開的 那據我的經驗很多的公寓 它其實是冷凍只有在一個小小的格 在冷藏上面一個小小的冷凍 但我們是分開的 對 所以很多空間給你們放東西 嗯 好 然後這個是廚房部分 那廚房大小 所有的房型都是一模一樣的 好 跟那個 breakfast bar 還有樹桌 都是 然後床的話 這個是小床人床 就是 一百九十乘以一百二十 如果各位要買 被套 被單組 嗯 床品的話 就是一百九十乘以一百二十 嗯 如果是英國的話 你是來英國才買的話 這個是 small double bed 嗯 那我們 SILVER以下的所有的房型 都是小雙人床 也是這麼一個大小 你可以看到 一個人兩個人使用的是絕對足夠的 然後這個隔板呢 是這個小哥哥自己做的 小哥哥自己設計的 自己發明的 我覺得挺聰明的 對 我給各位看一下喔 其實就是說 你的門 你這樣走進來 不會直接看到你的床 嗯 我覺得這樣設計很聰明 然後剛好又可以掛一些衣服 對 然後這邊這個房間呢 它是朝南的房間 也是學霸房的其中一個 因為也是看著 只要是朝南 你都可以看到你早上 即將要進入的 business school 剛好這個窗戶 我們可以試試看 現在是在英國的 大概11點 快要中午的時候 算是 rush out 那我現在給各位示範一下 關起來 好 那這邊要把它壓下去 這裡這裡要壓下去 安全的設計 好 這是就是規定 就你只能會有開這樣一定 但是其實它的流通風流動都很好 好 再來就是這邊的那個書座部分 也是跟剛剛的一模一樣的 那我就不詳細的講解 也是上面有很多空間給你們放東西 對這上面這邊 剛如果沒有進來的同學 上面這邊可以擺 那它的深度 大概超過我半個手臂的深度 非常的夠 那study light也是一樣在這邊 就快速的 OK 好 OK 然後下面也是擦座部分 可以看到超多擦座 非常的夠 我們的網絡好像有點差 如果大家有卡到或是聽不到的地方 要跟我們說 這樣OK了 好 那我們很快的看看這個房間 然後我們就去看另外的房間 喔 浴室 跟剛剛是一樣的 對 好 來 那我一樣很快的從房門進來 讓各位看一下它的報局 嗯 這裡是房門 我這邊在右手邊就是你的浴室 左手邊是你的 breakfast bar 然後 這是你的 嗯 衣櫃 那這是你的kitchen 好 那床 還有床下面的空間 那 你的 這邊 面朝南 就是business school 好 OK 那我們再往下一個 房型 好的 那 其實我們本來有準備另外一個不同報局的SURFER Studio給你們看 那時間關心我們今天就沒有辦法演示 但是呢 SURFER Studio不同的報局我在去年的那個直播有給大家看過 所以有興趣看不同報局的同學們呢 可以看我們去年的回放啊 去對比一下 有什麼房間你是喜歡的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的 房間 就不同的朝向 它的報局都很不一樣的 所以你們選房間時候有什麼 你喜歡的變號啊 或者是喜歡的朝向 可以跟我們預後的各位老師們說清楚 那他們會把那個FOAM給你們看 你們選好了 選開心了 那我們再幫你們安排好這個房間 但是 房間來說呢 它 越大的房間 去的越壞 賣的越壞 所以你們喜歡比較大的一個SURFER Studio的話 那就要趕緊的跟我們 OK 好 那我們現在要進電梯了喔 就是 網路可能會稍微中斷 那我們待會再回來 不要走開 哈囉 去 在 A A洞 像A洞 是嗎 我們先去A洞 OK A洞的 就是 en suite branche 跟en suite silver 那其實 我們這邊 山洞是分開的 跟它的門口 所以 每一個門口 都有一個保安的那個門禁系統 在 所以非常安全 而且 也是有CCTV吧 所以這邊 保安的問題大家不用拿去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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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 阿洞 哈哈哈 這是 Say hi to you home 哈囉 哈囉 這是我們的 城市 城市經理 哈囉 這是我們 很熱心的 公語經理 他之前是 只做 Newcastle Wonder 然後沒有經理 但是他現在 整個Newcastle 對 整個Newcastle 對 他這是 熱情 體力無限 後面有大 我們趕緊 好 那這個是自動門 這是自動門 所以 必須要有你的鑰匙方向 在這邊 然後那個門會自己開 那個門就不要去拉它 然後 也是一樣 有信箱 那這邊的話 它大部分都是 Ansuite的網行 所以 Ansuite的話 是一個 是你跟你的師友們 逛用一個郵箱 嗯 一般來說我們 Ansuite的話 Ansuite的網行的話 都是 六人間 我們好像只有一個 五人間 只有一個五人間在 Ground floor 就是有一個 Accessible 對 好 可能會斷印一下 抱歉 好 各位我們又回來了喔 我們現在要給各位看的是 Ansuite Silver 那現在可以嗎 現在有 大家在嗎 對 這是二十五 對 這個是每一個flat 都會有一個這個flat door 好 門口 大門口 對 好 那現在是進去corridor 每一層樓就是六個房間 嗯 那我們要看的是 A A的 二十五A 那這個房間是 Silva Entuite 它的大小呢 是 大概十三平米 其實 會比較大 會比較大一點 Cross跟Silva其實差不多 嗯 Silva的話會再大一點 對 因為它這個浴室會比較大一點 嗯 來 我要再 再開一次 因為剛剛鎖住 我剛剛沒有鎖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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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房間其實我去年也有直播過 那去年是一個女生 她住的這個房間 今年是一個小哥哥住的 那如果你想看一下那個布置的分別 可以去看一下去年的回房 那這個這個小哥她是組這個景樂風 所以你可以看到房間是很乾淨 去年的那個女生她是比較喜歡 去年的女生她有放那個優格 嗯 她房間也布置得很漂亮 就是非常非常不同的風格 對 好我們先進來看 這個房間的報局是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它有兩個很明顯的分區 那左邊就是休息的空間 有一個小雙人床 下面有收納 對下面的收納 可以一樣也是足夠讓你把你的行李箱放進去 對然後呢旁邊就是那個暖氣的部分 暖氣也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就不演示了 好 好再來就是這個床後面呢 這個我剛剛也沒有給你們看到 其實這裡來 我快速看一下 這裡 收納的地方 這邊有個收納的地方 OK 可以放自己的樹啊 或者是你的平板啊 什麼手機什麼可以放在那邊 就方便你們使用 那這邊就是樹座的部分 那這個房間有一個好 就是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的房間都只有一個窗戶吧 嗯哼 那這個是兩個分區 那這個是兩邊 主要是en suite silver 就會有兩個大窗 那它基本上就是面巷 呃呃呃背 所以那個就是stay 呃足球場 那你看這邊它旁邊 很切心 插頭都足夠 對 都充足的給你 然後收納的也是 對 肯定會有一個架子給你們 放東西這樣子 嗯哼 那這個房間呢 它的廁所是跟其他房間不一樣 因為這個是assessible room 那assessible room呢 它的廁所是最大的 規模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 超大的 嗯 那這個佈置真的跟去年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超級簡約風 去年那個是 看不出來是assessible room的廁所 啊 所以這兩個非常大的風格 那我們看一下 是到底是有多大 啊 這邊是 嗯 你看喔 它這個是那個 那叫什麼 浴簾 它必須要兩片浴簾 才能夠把這個洗澡地方蓋住 嗯 對 對 然後這邊就是那個洗手盤 一個鏡子 嗯 好 洗手盤一個鏡子 然後一個馬桶 這樣子 其實如果空間這麼大 你們可以自己配一些架子 然後我們看最後一個房間 然後我們看最後一個房間 那我現在一樣喔 從那個門口 就是房門開了之後 就是房門開了之後 走進來 在 radiator 然後你的公布欄 兩個大的窗戶 那這個房間的面向是朝北 也就是說沒有任何的大樓在你的面前 好 那比較特殊的是這一間房型 它是採 就是 wet 所謂的wet room 但它很大 空間非常非常的大 好 那那個 我現在手指的那個角落 你足夠可以放一個 就是很大的這個架子 比方說你有個人的 呃 冠洗用品 都可以放在那邊 好 OK 好 那這邊 這裡就是 握手 OK 好可以了 那最後一個房間 是我們bronzen suite 那我們會進行電梯喔 所以那個信號 可能會很好 好 今天那個 時間可能比較長一點 那是最後一個房間 然後我們 就 再給大家看 那個 common space 好 然後就是 再做總結的時候 不要離開 好 說不定還在喔 有127歲的同學呢 128 128 專號 專號 好 下一個 好 有一個大師 好 好 哈囉 我們在直播 跟未來的學弟學妹說 嗨 哈囉 哈哈 你是要去上課是吧 是嗎 這麼晚啊 嗯 呃 介紹一下幾秒鐘讓你走去 business 呃 幾秒鐘 大概三分鐘吧 business school 你在對面 不是我是去USB 哦 USB OK OK 拜拜 好 我們是去232 232 對 這個是bronze房型 然後這個 這個日本的小姐姐 她 嗯 很貼心 我很喜歡她的 她的房間的設計 很溫馨 OK 這是 ensuitebronze 來 第一 好 等一下 kitchen 開手看一下 看下kitchen嗎 應該可以開了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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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hi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這個是我們家 哈囉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I'm Sai Sai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for showing the room 好 這個是我們的bronze entree 那其實bronze entree 你可以看到 黃間大小真的跟剛剛看的 對 就是沒有 剛剛看的那個不是 是因為意思 嗯 剛剛看的sulfur是比一般sulfur大 嗯哼 所以那個黃間的暴局的話不多 嗯哼 但是你看現在這個bronze entree的話 它相對來說就是比較標準的 一個sulfur的暴局 就是比這個再大一點點這樣 對 好那我們一進來呢就是有這個架子 嗯哼 那你可以看到這日本的小姐姐 就是它的收納 超級棒 超級棒 超整齊對不對 然後下面就是那個 Radiator 剛剛介紹過了 嗯 然後這邊就是剛剛給各位看 旁邊的架子 嗯 對 床頭呢 這個暴局有個好 就是床頭呢 就直接有插頭 對 比方說你晚上在滑手機啊 對 那床也是標準的小雙人床 對 190x120 對 好 下面是 一樣 這個高度都是一樣 你看那個行李箱很大 都可以放進去 嗯 更多收納的空間 嗯 然後這邊呢也是書座部分 書座部分當然會有 插座 插座 給你們 然後窗外面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窗戶吧 對 它這窗戶 你看一下這是面朝南 對面那一棟就是 綠色道 是另外一個 對喔 對 我剛剛忘了給你們說 啊 Sufa那個房型 我們演示的是朝北的 這個是朝南的 對我剛剛有提朝北的 對 這是朝南的 那這個布臉呢 是小姐姐自己買的 小姐姐自己買的 嗯 那這個其實 這個我覺得挺好 因為它這個架子呢 是自己在亞馬遜買的 那你可以自己 我們上面是有那個蓮子 那可能是因為蓮子放下來 它會覺得比較暗 如果它用這個沙窗 就可以擋住 對 但是又還是有亮度 而且這個是可以用的 因為這個這架子呢 它不會對我們的牆身 做成任何傷害 對 所以這個可以伸縮 嗯 好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的衣� 這衣櫥的尺寸都是一樣大的 不會因為不同房型 大小不一樣 都是一樣大的 對 對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布臉的房間的報局了 就是一模一樣 那廁所也是跟我們標準大小一樣 那我們就 抓去看 其實 嗯 嗯 不詳細的講解了 那價格部分呢 我們是有分44週跟51週 那40週的話 它是155磅每週 如果是51週的話 它是149磅每週 好的 那我就讓美根給你們很快看一圈 然後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豬房 我就不另外介紹 我就主要是讓各位看一下 Thank you Bye I will just quickly show around the space Radiator 然後這是床 然後這是面朝南 好 好 那一樣 每一個房間都會有一個 Mero 就是 鏡子 然後這是它的 浴室 這個 這個日本姐姐超好的 她說 她收集的很乾淨 所以一定要 希望大家 學弟學妹 趕快來 好 Thank you so much Ariato Here you go quite nice right 好 那我們現在去看 Sharing flat的廚房 因為我相信 廚房是很好的空間 大家可以開派對 廚房的話 每一個flat 它抱緊可能會有所不同 那這個是標準大小 但是有更大 更大的一些不同的 所以你們諮詢的時候就問清楚一個暴局是甚麼 我覺得 St.Jane川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冰箱 非常大 它是 美國式的 雙面的 Full size American fridge 就是美國式的 那它冷藏跟雪藏部分都很不夠 對它一邊是 Hi Do you mind if I turn this down a little bit Hello Hi Do you mind if we turn down the video Sorry I'm so sorry Just one minute Just one minute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這個就是我們冰箱 它 這個大小是絕對不夠六個人使用的 因為剛好一個人一層 一個房間一層 一邊是儲藏 一邊是冷凍 對的 這個就是標準的 一個flat 一個冰箱 對 然後 St.Jane川另外一個最大的賣點就是 它每一個flat呢 都會有自己洗衣機 所以你不用去額外附錢去洗衣 或者是混乾 這個我覺得非常方便 這個是洗衣跟混乾是一體的 然後這邊的話它洗手盤跟主食爐呢 都是兩個兩個配給你們 然後還有一個烤箱一個微波爐 這樣子 對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它是六個房間 可是我們這邊看有四個 然後這邊有四個 OK那下面是一樣 烤爐烤箱 然後收納的話也是非常通俗 你可以看到那個櫃子是非常非常 這個櫃子足夠 至少一個房間有一個櫃子 除了在上面之外呢 這裡 這邊下面 超級多的櫃子 對 然後這邊是 這是朝北的 剛剛 然後這是你們的TV 起居的空間 對 起居 然後吸塵器 它們也是會給你們提供好 一個flat會有一個吸塵器 基本的清潔用具 比方就是少把那些都會給你們提供好 而且廚房部分的話 椅子方面 它就是看你 有多少個人給你們提供 嗯 OK 好 這就是我們廚房的部分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去被動 在我們那個 這個 common space那邊 坐下來做一個總結 讓我們看一下 另外一個 common space的空間是什麼樣的 好 走囉 那我們現在離開 那會搭乘電梯 所以稍微會斷訓一下 千萬不要離開 我知道已經超過時間了 但是很多人還是在跟隨我們 不要離開喔 真好 真好 謝謝大家今天過來看我們的節目喔 那各位 學生有 有任何的問題 你可以直接問 或者是 我相信UHOME的所有的老師們 他們都非常非常的專業 可以 為各位解答所有任何的問題 嗯 哇 131個同學 132個同學 132個同學 你打個眼睛 看到132個 現在才132個 明明你看的都是131個 浴肢 胃 我們現在出來了 抱歉 剛如果有聽到我們在開玩笑的 哈哈哈哈哈哈 來 我們現在要去逼動 那這一條路 就是從Reception那邊走上來 如果你是門口的話就 好 我們求一下 啊 OK 那就可以看看小姐姐美貌 小姐姐美貌 因為她一直在鏡頭後面長剪 她一直在鏡頭後面長剪 你們都沒有看到她美貌 她之後很貼心的一直給我們做不同的介紹 哈哈 來來來 好這邊是B棟了 好 那我們就是會進去 common room 對 那個也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個演示的地方 OK 好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Saint James Point 最好 這個是我們Saint James Point 最漂亮的一個空間吧 嗯 那我們一進來呢 那我們一進來呢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 複習的空間 有沒有那個裝修的 氛圍 非常好 還有一個吉他呢 就 我今天不演示了 這跟去年一樣 俱了一個旋 哈哈 哈囉 HELLO Saint James Gina would like to say hello to a student 喔 稍等我一下喔 先看好這邊 好的 然後這邊是一個放鬆的空間 那有一些小遊戲啊 有一些桌遊啊 還有電視機 給你們看電影的遊戲 想像他就是你自己家的客廳 很溫馨 嗯 對 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他就是覺得 啊 空間足夠 他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他很溫馨 嗯 就真的覺得 就好像有家的感覺 對 嗯 那因為你快手 什麼Gincy's Point 就是你未來的家 嗯 對 然後 後面這邊是一個小小的遊戲的空間 就有那個台球 哈哈 你一進來就打黑的球 不算喔 對 表示這個是展示的 哈哈 好明顯 好明顯 Megan就是不會打台球的一個人 哈哈 然後台球的話 那個 桿子嘛 你是要去前台 接用的 我們不會放在這邊 對 所以你們要晚的話 就先去前台 借用那個 啊 桿子 再來就是那個 啊 table football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我直播了一整年都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哈哈 這是什麼 table football 這個是英國人很喜歡玩的 桌面足球 桌面足球 英文就叫football 但是就是桌面 桌面足球 好嘞 好 桌面足球 好 謝謝謝謝謝謝 哈哈 好 那那位學生 那這邊是另外一個 很多學生把這邊當成他們自己幾個姐妹的下午茶的房間 哈囉 真好 哈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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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小姐姐在這邊 休閒 放鬆的地方 好 那這個就是 我們的公共平台 嗯 OK 那我們先坐下來做一個小總結吧 那今天其實那個直播時間有點長 但是也很謝謝大家 都坐下來 這麼耐心的聽我們講解 那我們今天直播的這個公寓呢 它是St James Point St James Point 它每一年都訂得很快 也是訂得很滿的 因為它最大的賣點就是在那個Business School的旁邊 啊 所以你們平常上課基本上 睜開眼刷 就是梳洗一下下容就可以去上課 在Newcastle 我覺得我去過的城市在英國裡面 還有包括很多學生他們的經驗去過很多的城市旅遊 他們到最後都覺得Newcastle是真的最方便的一個城市 嗯 不管是交通 不管是生活的便利性 然後特別是St James Point 它真的是你到超市 中國超商 就是這邊最大的中國超商 還有China Town 嗯 還有火車站 公車總站 全部都是步行的距離 這很重要 對 那我們去語言學校 八分鐘 因為你的腿再短八分鐘 肯定走得到 對 我測試過 那如果你是在Study Business School 那你更是三十秒 三十秒 你就下樓對面就是了 就過個馬路就是了 嗯 然後那個 如果你是去主校區的話 也是十分鐘以內 就到了 如果你是Northumbia 那個University 就是不同的學校的話 大概十五分鐘的步行就到 如果是交通的話 五分鐘以內 我們可以去到那個公車站 那個火車站的話 十五分鐘步行肯定會到了 非常非常方便 而且如果你剛剛沒有進來的話 你可以帶回去看一下我們 剛開始的那個回放 我們有演示到就是 我們走去那個足球場 還有那個中國場是有多近 這根本就是在門口外面走幾分鐘 以內就可以到達了 那今天我們給你們演示過 四個不同的房型 那第一個是那個Go Studio Go Studio的話 它是二十二到二十五平米的 這個房型它是我們最大的房型之一 也是那個床是最大的那個之一 我們是有那個Platinum Studio 還有Go Studio 它們都是Full Size的Double Bed 就是最大的那個床 然後Go的話 它是二百一十五磅每週 那我們只有五十一週的那個租期 如果你是想要訂那個Platinum的話 你要趕快 因為這個房間只剩下一間 它是我們最大最大的房間 是比二十五平米更大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辦法給你們看 因為聯繫不到那個同學 但是科技能的話 它是二百二十五磅每週 再來我們有給你們看過Silver Studio 那Silver Studio呢 就是比較彈性的一個房型 因為它有四十四週 跟五十一週的那個租期 四十四週的話 它是一百九十五磅每週 五十一週的話 它是一百八十九磅每週 那這個房間大小是十八到二十一平米 那那個房間呢 你剛剛如果沒有看到的話 大會可以看回放 但是Silver的話 它的房間報局選擇是特別特別多 對 我們剛剛看的那個房型 它就是面向business floor 也就是面朝南 嗯 對對 那如果你們是想看不同的報局的話 可以看看我們以前的一些直播的回放 他們會有更多的 再來呢 我們也看過 Bronze Bronze 呃 Studio 我們先講 講好了Studio Bronze Studio的話 也是我們另外一個沒有看過的那個房型 那其實Bronze Studio的話 它的大小跟Silver是差不多的 只是它樓層方面可能相對會低一點 對 五到四樓以下的嗎 差不多 嗯嗯嗯 那我們最高是到九樓喔 所以你們如果喜歡高樓層 朝南的 朝南朝東南的 都是向著那個business school 所以是學吧房 對 可以 每天看著自己的學校 每天考試加一分 那Bronze的話 它的 相當於國內的時程 嗯嗯嗯 嗯嗯 對 這個很好的重點 相當於國內的時程 對 然後Bronze的話 它的租金呢 也是只做五十幾週 它每週的價格是一百八十五萬每週 再來呢 我們給你們也看了兩個不同的 Ansuite的房型 那Ansuite來說呢 我們一般都是六人間 我們只有一個五人間是在Ground floor的 那個 底樓的話 我覺得 相對來說也 我們國內的學生都 比較不受歡迎嘛 所以就沒有選擇給你們看 那就是給各位提一下喔 就是如果你要跟三五行好友 一群想要住同一層樓的話 U-Home的老師他們都知道 要幫你們做備註 想要跟你的朋友住一層 我們這個都可以安排 嗯嗯嗯嗯嗯 好 那我們有分SILVA跟Bronze & Sweet的 那我們剛剛看過SILVA的話 它是超北的一個房間 每週的價格就是一百六十九磅每週 這個是只做五十一週的 然後如果是Bronze的話 它的租期相對來說會比較彈性 我們會有分四十週跟五十一週 那四十週的話是一百五十五磅每週 五十一週的話是一百四十九磅每週 然後那個 那個 欸 對 On Sweet Bronze 是 一百五十四十四週 對 一百四十五磅 對 那On Sweet Silver就是只有五十一週的選擇 對 一百六十九磅 對 對對對 我說錯了 你說錯了 你說反了 對不起 我說反了 好像聽起來五十一週的 你好 對不起 我說錯了 但是那個房間呢 你可以點查看房源 裡面也有那個價格都寫好了 好不好寫啊 錯錯了 然後 那我們房間都有一個押金在的 就是兩百五十磅的押金這樣子 嗯 然後 這邊其實一般生活也是很便利吧 然後錢財是二十小時服務 安全管理肯定沒有問題 對 然後租金裡面也是包含了所有東西 包括你的上網啊 水費 電費 對 也就是說你除了你的那個兩百五十磅的押金 那個是到你退房的時候 你會 只要沒有任何的人會損害是可以全數退還的 嗯 那你的房租裡面就包含所有任何的費用 不需要再額外繳交任何的水電網 嗯嗯嗯 好 那我們呢 今天給你們看的房間 還有那個直播給你們看的空間呢 就這麼多囉 一百四十 YES 我們有一百四十個同學在看呢 嗯嗯 那接下來你們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歡迎現在問喔 我先看一下他的留言 那各位同學可以呃 跟U-Home的老師們聯繫 他們非常的專業 他們的效率非常非常的好 他們可以如果有任何的疑問啊 都可以跟他們直接做聯繫 那如果你們有對樓層或者是呃 房間的面向有特別的喜好 嗯 都歡迎在你們訂房的時候 舉例來說我要六樓以上的房間 我要面朝南 面朝南 那只要在房型方面 有這樣子的可以選擇 我們都會以你們要求的做優先 嗯嗯 對 呃有問題 請問附近有什麼中餐廳嗎 有 我們走路五分鐘 走路五分鐘 走路五分鐘就是那個 Chinatown 那你們 就整三分鐘就到了 哈哈 三分鐘就到了 那你們有什麼推薦 推薦 推薦的嗎 就好吃的中餐 中餐館有 我知道有個雙喜 雙喜的景景 特別好吃 在那個我們另一個站 在這旁邊 就有一個Infure 就是在紐卡 啊Infure 是什麼菜 是 是什麼菜 好像是香菜嗎 還是什麼的 像 它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具體的菜 對 但是其實 但是你喜歡吃像是 比較普遍的中國學生喜歡的 麻辣香鍋呀之類的 都會有 哦 反正火鍋 會喜歡 所有的幾乎 你想到的當然 怎麼樣都是家鄉味好 對 這是一定的 這是一定的 但是 據我的個人經驗 我覺得 這邊的選擇性 非常的多 對 而且紐卡是有那個 中餐的外賣的 其實如果你們想要選擇的話 有的時候 連門都不用輸 我們離中餐還這麼近 基本上到的時候 還很 還很熱和 嗯 那這真的很方便 我記得 我是來自香港 就是廣東菜 我特別喜歡 當然喜歡 當然 這以外 我也特別喜歡吃辣 所以 過來出菜的時候 基本上 那個選擇是不缺的 我喜歡吃辣 就有辣的可以選擇 奶茶店也是挺多 超多 紐卡索真的是 我在特別特別的 跟各位學生推薦 紐卡索真的是全英國 最方便 而且它有自己的 Metro 因為它不是 Metro是怎麼講 地鐵 地鐵 對 因為不是每一個 英國的城市 都有自己的地鐵 但是它有地鐵 嗯 然後中國 中國超市也是在公寓 對面 唐然姐 中國超市非常近 現在牛排有兩個大的 中國超市 在包括 兩到三個小的 中國超市 基本上 離我們公寓 步行距離都在 八到十五分鐘之間 嗯 對 那這個中國超市 我特別的跟 有一間中國超市 它是最大的 它的 賣的東西 非常的齊全 那通常它都會跟 每一年 都會跟 student roost 配合 就是會有一些 promotion 特別就只有給 student roost 的學生 嗯 所以 我一定要盡量 幫各位學生爭取 一定要的 這邊的 员工都很 很貼心了 他們都 幫你們 安排好一些 小折垢 所以你們住這邊的話 會特別多有 我會盡量幫各位爭取 而且不僅是中國超市 我們公寓 一出門三分鐘 就有一個可以 從早上六點營業到 晚上十一點的 Tesco 30秒還是三分鐘 Tesco 就是拐過彎 按我這個龜宿 我只能是我的龜宿 就在那個 很近 Business School旁邊 對 過了馬路就有一個 可以營業到 晚上十一點的 Tesco 好 好了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好 那可能學生 會有一個比較常問的問題 就是你訂房了之後 你可不可以先把你的東西寄過來 那可以 但是就麻煩各位學生在要寄過來之前 先跟公寓這邊 或者是你的You Home的老師聯繫 確認房號 在你的寄的這個房號上面 註明一下你的房號 你是新學生 那這樣 對 我們就會幫你先 先收起來 或者是說 先送到 學生的房間 所以你進來的時候 你就東西都在那裡 OK 好嘞 那我看今天的問題 都差不多了 那謝謝大家 今天來看我們的直播 那 我們下次見吧 拜拜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